收藏先關心 帶來自嘉義關的消息 這是嘉義關政後尚在創新行為 去辦一百康史年度中修和模範學生的標榮台會 其中段國中有得意 講出模範新的壓力和心情 另外由媽媽 獨立擁台的六萬國修 黃思維 是感謝媽媽辛苦的照顧 當中幸福給媽媽 上面是受人感動 今年標榮華東一嘉義好樣 未來領行為主題 由館長中華館頒獎一百七十億位 模範學生 現場當時要請模範新的親人參加 共同建政公營的市場 其中段國中有得意表示 非常開心 但也感受到壓力 不過時刻之後 感覺要將壓力發作是推力 變成自己生長的力量 壓力 我不一定要把它當成主力 我應該把它當成推力 它推我成長 一個人真正的改變 我應該是從萬表開始 我的出發點應該在內心 我從內在改變自己 這樣得到的東西才是永久的 由母親獨立擁台的六萬國修 黃思維 有時感到媽媽很煩 一載定靈 她要打掃 麥桑電腦 因此和媽媽的客氣沒有說過 但心情變好之後 受到媽媽的辛苦的真主值 當然來向媽媽說失禮 但是當我心情平復下來以後 我還是很清楚的知道 媽媽照顧我有多麼辛苦 有多麼掛心我們的一切 所以我要跟媽媽說 媽媽 對不起 我讓你擔心了 媽媽 謝謝你 謝謝你照顧我 中華官地屬於 美國職業籃球NBA球員 林舒豪為了高雷合動 不要因為這次不如他來失職 應該訓練自己 因為機會是能夠準備好的人 受到挫折 他也是很自信的 又繼續練 所以當尼克隊 所有的大牌選手 都受傷之後找不到人 他已經準備好了 所以他就有機會上場 但是有機會上場 最重要的是說 尼克隊 因為他而變成球員 球員之間 互相很融洽 互相指導 所以這個團隊 他才會得分 像Jordan很有名 1980年代的Jordan 一個人每次都拿很高的分數 但是他的球隊不一定贏 那就是黨個人英雄主義 這段有電力在創新學院來頂頂 總共版國71位 中小學的模範學生 當時有請很多團體的表演 差的氣氛 而且很多學生在班長一後 要將模範學生的正式 替由館長中華館來簽名 深深空耀鴻 嘉義官 蔡芳報道